这是他的一部早期的作品 所以很珍贵 他早期的作品是他自己画的 他后来的话是怎么的 他画一个草稿 他的草稿是什么的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画 以前如果你只看到他的 你只看到他的别人助手帮他完成的作品 没有看到草稿的时候 你对他的完成作品你是很震撼 就像你在德罗达菲美尔西部 有些你们看到的五本丝画的那张人体 色彩极其的精美 那种动感 那种就说笔触你都会很感动 可是当你看到他的草稿以后 你才会看到真正的路本斯 他是多么的厉害 上次在维也纳美术馆 就以前我没有看到他草稿 所以我不知道 在维也纳的时候 美术馆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展览 就是说有他的完成作品 旁边有他的手稿 那个手稿是一张油画 他的手稿是油画 他为什么他的手稿是油画 因为请他画画的人都是皇帝 皇宫贵族 那些commission都是很大的钱 他要画了一个草稿给他们去看的 并且他画了这个草稿以后 他的助手就把这个草稿光大 变成了完成作品 所以他的草稿是非常精细的 然后你看到的草稿 你才知道 那种动感 那种生动 因为他画的都是很多人 那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些互相的呼应 简直是很活的 可是他的助手画的画以后 因为是怎么大家分块包干 你画这儿你画那儿 所以最后的虽然结果也很美 但是结果这中间就会觉得 没有了那种互动 没有了那种动感 没有了那种生动 所以如本斯的他的油画稿 是非常珍贵的 然后如本斯这个画是 不是他自己画 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大家还是要问他 还是要问他定画 然后像法国皇后问他定画的时候 在合同里就签了 那个重要人物的脸部和手 你得是你画的 所以合同签到这种地步 然后查理 查理的儿子就跟如本斯说 我能不能有一张 是完全是你自己画的画 那如本斯他说 好他给他一张画 给他一张是什么画 是如本斯的自画像 这张如本斯的自画像 不是他在画画 而是他带着礼帽 穿的那个 有点像穿的这种华丽的衣服 他完全是因为上流社会的绅士 然后这张自画像画得很好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遗憾 为什么如本斯的性情你是完全看不到 他的技术至高 就他把他真实的自己完全给掩盖了 所以你看不到他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永远是在面具之后的 说他这个人 他有一个成功的人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对他自己的控制 当大家都在高同扩论的时候 他说话是恰到好处的 当大家都在喝酒 酩酊大醉的时候 他是不喝酒的人 然后呢 他知道当时在欧洲 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英国当大使 因为英国当时候是Protestant 然后西班牙是天主教 然后他们在打仗 他为什么要去 他两边他都理解 但是他两边他都不take apart 他不会说我跟你一头 我要跟你一头去说服 没有 他就说永远是很中心 他知道你的意思 他也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他才当了一个大使 所以这也是如本斯 他成功的地方 他画了那么多画 有很多考验神 实际上是他initiate的 并不是说 然后他跟那些人交会 那个像英国他们干的那个Y号 他就说 哇你们这Y号的宫殿这个顶通 我应该要来给你们画什么 因为一般的人 根本没有那些艺术想象力 也想象不到要干什么 所以大家 大家之初一叫他画画 他是把每一个人都升华了 他的理想 他的构思 能创造出来的你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法国皇后要叫他画画 他完全把法国皇后升华了 升华成了一个 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人 所以这就是如本斯的 就说 怎么叫伟大之数 OK Next 好 这是那个刚才他的 那个自己的那个 那个像 他很漂亮 他永远把他自己画得很漂亮 骑着白马 你有没有看见 他骑着白马 白马王子 Next 好 那个如本斯的 如本斯的第一任 如本太太呢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 有地位的人 然后我们知道如本斯 开始是很普通的人 是不是 然后他取 因为娶了那个太太以后 给了他的那个嫁妆呢 他才得以在安特瓦 造了一个很大的公 造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如本斯跟那个 那个特瓦很像的 也是当时 那个法国 那些 在安特瓦 在那个西班牙 那个北欧 是西班牙的领地 那西班牙也要请他 到他们的皇宫里去 如本斯也是晚年训绝了 所以他的那个工作室 是在安特瓦 然后呢 后来他的太太呢 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就说 当他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遇见了 他太太的一个侄女 就是这个女孩子 那时候他只有十六岁 然后呢 就说老年新婚 然后他从 他就 他就跟他结婚了 然后他就辞去了 他这个大使的工作 他就回到了安特瓦 那一段时间 在他 他跟这个新婚太太 叫Helena 一起生活了十年 这十年 他变成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如本斯 这就是他留下了 这么美丽的人体 这三个人都是他 然后呢 他为什么 我们这三个人是古希腊的神话 叫Story Grace 有三个漂亮的女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画那古希腊神话 因为他要画他的太太 那个Helena 并且他画她一个不够 他要画她三个 要画她不同的面 所以在画这个画里 她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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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 她是在欣赏 然后据说 那个Helena 是 安特瓦的 那个美女 然后 然后他呢 用他的那个 有很多话 你今天去 那个 就看到有很多 他作为主角的话 他们就说 你怎么把你的太太 就是说 那个法国 那个西班牙皇 那个国王说 你去把你的太太 怎么就画到这画里 他说 因为我这太太是美女 你这画以后增值得更快 然后 这一张画 是卢本斯 留给自己的 所以呢 他死了以后 这张画 还在他家 这是他死了以后 那个西班牙国王 从他的家里买来的 所以这是他 完全是他自己画的画 然后 他画的人 他画的人 你就可以感到 那个弹性 你是可以去摸的 就是那个皮肤 这弹性的之美 因为乌本斯的 那个人体画的之美 然后就变成了 并且他的人体 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的丰满 所以现在西方人 有一句话 就像 你是乌本斯的美人 你的美是乌本斯的美人 实际上就说 你比较丰满 我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OK 好 那个 在那个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这个 Praudermuseum 可能我最重要的讲过 要下一次 在Praudermuseum 它是一条大长廊 我们说 这一头是 Tishin 然后乌本斯 然后长廊的那顶头 是Goya 然后在这个长廊的边上 你就会看到 这个条走廊 就像这里通出去 通道 一条通道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门洞 门洞里面挂了一张画 Go next 大家就是把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就是这张画 Laslamina 这是Praudermuseum的 镇馆之宝 也是Praudermuseum 最重要的一张画 画这张画的 一个画家 Velasqua 同像 是刚才我们看到 Praudermuseum的门前 Praudermuseum有两个同像 一个同像 就是Velasqua 然后Velasqua 然后那个侧面 有一个同像 是Goya 然后好 这幅画 其实我以前讲过 那我在这里再讲一遍 这幅画是 Velasqua是变成 那个画家的定义 是什么 它是画家 中的画家 为什么它的定义 那么高 这幅画 我去了Praudermuseum 这么四次 每次去 你会看 这幅画 那个旅行团 特别是你早上去 旅行团就全的 画这幅画的那个厅 巨大的一个厅 然后在一个厅的顶头 就挂了这幅画 然后那个旅行团的人山人海 就在这幅画 你根本就看不到 你也不能领会 这幅画的意义 有一天晚上 然后那个旅行团没在 然后整个这条走廊是空的 我是在这个走廊的这一头 远远看到这一头 我当时很惊讶 我惊讶的感觉是什么 这已经不是一幅画了 这好像就是一个走廊的尽头 这就是那里有事情在发生 那好 那我们说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一间一个画室 画的是一个画室 画画的人是Velasqua 这是她的自画像 然后她再画一张巨大的画 这个画那么大 就是这张画 她画的是什么呢 这张画是一个小公主 Fountain Migrader 然后这个小公主只有五岁 我们在讲 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一张画 我们就讲了这个小公主 这个小公主好像三岁的时候 就许配给她的叔叔 她的叔叔是Leo 在那个维也纳 所以呢 Velasqua每过几年 就要给这小公主画像 就好像让她的叔叔知道 这小公主长得怎么样了 然后她到十六岁 她才去了Velasqua 好 这Fountain Migrader 她呢 他们家 因为我们知道Hasberg 他们家是近性结婚 所以这小公主是嫁给了她的叔叔 他们是近性结婚 近性结婚以后 导致了就是说 很多婴儿的夭折 所以这个小公主 前面的什么哥哥啊 什么都死了 所以到她以后 就说特别的珍贵 然后呢 这是两个陪她的人 然后这是她两个侏儒 当时在西班牙皇室 很有名的就是 他们找了很多侏儒 这些侏儒是干什么的 就陪他们这些公子王子玩的 是他们的玩伴 然后呢 这也是两个大人在陪她 好 这幅画的妙处在哪里呢 它画的是一个空间 你就看 当你 你就想 当你人眼看东西的时候 往往 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注意力 是这个小公主的话 你对于周围的东西 这个踮脚上的东西 你是虚的 因为你眼睛的focus 是在这个小公主身上 所以这两个人 虽然在静静 但是这两个人的东西 是虚的 然后 那个 所以这个Villasqua 她画的是一个空间 然后还有一点呢 你站在 你看到那张画 你会觉得 这不是一张画 这是一个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就走过去 走过去 你就觉得 它让你的感觉 你就走进了这个画里 你走进画里 忽然你发觉一看 不对 这里有个镜子 这个镜子里有谁 有两个人 这镜子里两个人是什么 是皇帝和皇后 所以 你忽然发现 这是一张画 看画的人是谁 你站的位置 就是国王和皇后的位置 然后这个小公主呢 她站在那里 她妈妈 爸爸来了 她正好抬头 去看她的父母 然后 这里面 这有几层意思 这是Villasqua 画的一张画室 而她自己 在这个 她把她自己 她是一个画家 她把她自己 跟国王和皇后 画在同一幅画里 所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 她把她自己的位置 提升了 她画这个 Villasqua 她是一个 很平庸 也是一个出身 很平庸的人 然后呢 她其实是犹太人 她 那个 她最后 她也希望 当年 那个 我们刚才说 如本斯 临摹 Titian的时候 是在 她在 用的是Villasqua的画室 然后 她也很希望 自己像如本斯一样 像Titian一样 得到爵位 因为但是 她是犹太人 所以她很难 得到爵位 之后 到她临死的前一年 她终于 她也给教皇画过像 因为我前几讲 我讲过她 所以我在这里不祝福 所以最后 她是拿到了爵位 在她临死前一年 她是拿到了爵位的 所以她死的时候 她的藏理是有爵位的 然后 这是她四年前 画这幅画的时候 她并没有爵位 这是四年之后 才加上去的这个 封号 有人说 这个封号 也许是她自己加的 也许是西班牙国王 找人加上去的 那维拉斯瓜怎么进了皇宫呢 那我们就回去看 Go back 好 这是 这是Philips 是二世还是四世 Philips四世 这是维拉斯瓜 进皇宫的理由 当时维拉斯瓜是二十五岁 Philips只有十八岁 然后呢 你当时就说 西班牙国王那么的 Philips他是一个非常 不拘言孝的人 你很难跟他接近 然后正好有一次机会说 他可以找人画像 然后呢 维拉斯瓜就去了 就说这个时间很短 他就给Philips画了这张像 这是十八岁的Philips 画了这张像以后 Philips就非常的满意 他从此就成了宫廷画家 然后他一生 Philips一生都只让 维拉斯瓜给他画像 然后我们说 维拉斯瓜这张画 妙在什么地方 好 首先 这个Philips 他也是一个 Hasberg家族 他们也是近亲结婚 他们近亲结婚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嘴 下巴壳是凸出来的 然后嘴唇是非常的厚 这是一个 这不是缺陷 这是一个不美的地方 但是 他画了这一点 他并没有回避 但是他也没有回避他的性格 我们可以看到 Philips是非常的不拘人笑 然后也拘人千里了 他既表现了他的特征 也表现了他的性格 但是他仍然表现出 作为一个年轻 那个皇室 那个皇国王的那个美 然后他的 他的风度 他的仪态 然后他的那种 辅色 并且还有更很爱的时候 他也画了他 那个年轻的 那个头发的 那个 就是说 那个卷脚 就是他也 就是说他画了他的特征 他画了他的性格 他也画的美 所以 这张画变成是一张 真实的 就是 他是既是一个真实的你 但是又是一个 可以被你接受的 所以Phillips就 非常的喜欢Velaskos 但是 Phillips这个人呢 是 很少人有能够接近他 然后Velaskos 因为他是宫廷画家 每过几年就给他画像 当他老的时候 我在这里没有拿 当他老的时候 他曾经跟他一个朋友说 我都不敢让Velaskos 再给我画像了 因为他可以看透我 就是说 在Velaskos的面前 他的面具是没有了 好 再回去前面 这一张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骑马 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 Proud Museum 珍贵的之处 你看到Tishon的骑马 你看到 那个Velaskos的那个马 你有看到 这次是Velaskos的马 所以这是 每一个画家 他们都是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互相学习 然后我们有没有说到 这个马的两个前提是立起来的 这就是西班牙 那个骑马的最精彩的之处 然后这是他们 这个小王子 后来也死了 但是他小的时候 那个他穿着那个漂亮的 那个衣服 然后那个 你看他虽然 好像这个他可能只有三岁 然后他也是 对不对 他也是一手拿着缰绳 还有一手拿着一个 就是说皇权的标志 所以这幅画 这些画都是他们的 可以说广告 就是说什么 popaganda 让你一看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王子的 这个ready for king的那个样子 好 Next 其实这张效果并不好 因为我想把那张放大了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可以下一个 再下一个 可以 再下一个 好 这是那个 Villazka在那个 西班牙皇宫几十年 然后呢 他呢 因为那个西班牙国王呢 派他去意大利 给了他很多 就是说 open book 让他去意大利 去买画 所以今天 西班牙国 那个皇宫里面 有那么多画 Villazka的贡献 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是Villazka画的一张 早期画的一张画 他画的是什么呢 这是 阿波罗 然后呢 这个人呢 是Villazka的丈夫 Villazka的丈夫呢 好像出名是很难看的 然后这个阿波罗呢 他是打起来很难看的 阿波罗告诉他 Villazka在给别人有个贝尔 在报告他这个事情 然后你看他好像气愤的 你的眼睛都要蹦出来的样子 然后你看到这个阿波罗 像一个小帅哥一样 很得意 我看到你 那个外父在跟人家有贝尔 我说你用gossip 你用得意的神情 Villazka画这张画的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让你这张画的 那个让你看到这些 那个男人的身体 被他画得多么的妙 然后看到这些质感 然后他最早年 他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把一些所谓的 那个传说呀 宗教的题材 都画得很现代 他这里的这些人 虽然是古希腊的传说 但是这些人 你好像看的就是说 非常的真实 就是然后这些场景 然后这些人的脸部的表情 让你觉得都很夸张 所以Villazka是把遥远的故事 变得很现实 这是他对那个绘画的 一个最大的贡献 好 好 我们说那个 他们的那个顶头上的那张画 就是说那个Parlum 顶头上的那张画 是Goya 然后 然后 这些人都是宫廷画家 然后Villazka之后的宫廷画家 就是Goya Goya 那个Goya的那个 对那个后世的影响 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我在这里呢 我就选了一张 我认为它最美丽的画 这张画呢 是那个 这张画很大 因为是那个 皇室的 那个皇帝和皇后的 全部的 那个全家的肖像 这张画 精彩在哪里呢 第一 那个我们说 那个Hesper 他们家是近亲结婚 所以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都长得很 长得很怪 有没有 就说 因为他们近亲结婚 长了 并且这个 皇帝呢 是出了名的 很 很无用 很 就说 也很有点 有很有点 傻 也很无用 但是他们家主事的是谁 那是他的皇后 所以 这张画 虽然他是皇帝 但是皇后 是站在中间的 然后皇后一手拉着 就要借位的皇子 就说 他是那个 你可以看到这张画 是谁是主事的人 但是高雅这张画 妙在什么 虽然这些皇室的人 你要进去 你要仔细看 你看这个人的脸上 就每个人 你会发觉 他们都不是那么的可爱 也不是那么的高贵 但是 他们又是皇室 那怎么办 他又是宫廷画家 他怎么办呢 他把他们的衣服 画得极其的美丽 所以这张画 你一看 哇 美得你都感动 但他美的是什么 美的是衣服 所以他既能够表现了 这些皇室的 每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他们的个性 他并没有美化他们 他没有掩饰他们 但是这幅画 整个的效果 又是那么的美丽 让你无法拒绝 这就是高雅 妙的地方 所以 这是他们皇室里 非常喜欢的一张画 然后你去看 这些颜色画得是精彩 然后那些质感 因为这是照片 你看不出来 那些零螺绸缎 那些美丽的 就是说 让你很 就是说 很非常的感动 就是高雅是非常的厉害 好 Next 再下一张 然后 我们说 他们的领土 是在北欧 然后我们北欧 是最早发明油画的 北欧发明油画的两个人 一个是 杨曼大 还有一个是 Roger Van de Vyden 然后 这是 Roger Van de Vyden 最精彩的一幅画 这幅画 怎么精彩 这幅画是 14多少年画的 就是说 那么多年前 画的一幅画 Actually 如果你们想看 Roger Van de Vyden Philadelphia Music 有他的另外一张画 是基督 白的基督 后面有红的布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然后Roger Van de Vyden 那个画的 就是精美 他精美到什么地步 他是用油画 然后这幅油画的质感 你没看到 这个人 他穿的那个皮袍子 他的皮袍子 旁边还有两个钩子 就是他这个皮袍子 是可以勾起来的 这是北方人 就是北欧人画画的特点 就是说 他们的质感 就精细 就是说 所有一个 每一个细节 然后 因为这里面 这个人 你会看到 他哭得伤心 然后他脸上 就像这个可能更明显 哭得伤心 那个脸上 鼻子都在红肿 然后 那个 那个眼泪都在流下来 然后 这个是Mary Madeline Mary Madeline 是 可以说是怎么 是画家 发明的一个人物 她并不是一个 圣经中的人物 她是什么 她是一个妓女 她本来是个妓女 然后她归奉了 那个基督教以后 她就改邪归正了 为什么要发明 这么一个人呢 因为画家要画一个 你画圣经故事 你要画一个美丽的女人 那你画一个美丽的女人 那你要找个故事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Mary Madeline Mary Madeline 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然后在这幅画里 她穿的是 是underwear 就是说 她没有穿华丽的衣服 因为基督从这个十字架上拿下来 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震惊 很痛苦 所以她画了它 急急忙忙 来不及穿衣服 她就冲出去了 然后冲出去以后 她因为实在太难过 然后她衣服的那个 因为她的衣服很紧身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看不到 你们可以去网上看 可以看到这衣服 她这个紧身衣服的线条 那个针脚都在崩开的样子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皮草 她的皮草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女人 她穿的另一衣服 她的皮草是灰色的 然后灰色的那个颜色 然后这里面 这个老头 她有的那个胡子 然后她穿的那个衣服 又有不同的皮草 然后我们看这个人 现在你们不一定能看出来 这个人的衣服都是有花 都是有花纹的 然后呢 她手里拿着两个钉子 这个钉子就是从基督的身上 刚刚拔下来的钉子 然后这个钉子上还有血 所以有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就在看这幅画 这幅画让你永远看不够 这幅画的一个 就是说她的顶峰 是由画的质感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还有Roger Lennon 一个重大的贡献 就是人物的感情 她把人物的感情刻画如微 就是说这是很 这是很难超越的一个 一个就是里程碑 然后呢你们看这个人的 基督是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样子 就弯弯的弓 然后这个玛丽 她的母亲的身体也是 好像跟她在呼应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你们要看到 这个她是给一个商会画画的 然后这个商会的一个标志呢 就是这么一个弓的形式 所以她设计这个人的形态 都是有道理的 好这幅画就是说是有很多妙处 最精彩的地步就是你们可以去网上看 然后你们想静看过眼就去 在Philadelphia有一張Roger Vanderbilt畫的畫 也同樣很精彩 我們看下一張 Albert Dürer Albert Dürer是德國最有名的畫家 他的故事太長了 我希望下次在一個專題的講座裡講他 Albert Dürer這個人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剛才畫的是他畫的 我們知道這是我們這裡很難看到Albert Dürer的畫 因為他是德國最有名的畫家 他的畫你可以在維也納和德國看到 在這裡很難看到 但是因為當時我們說Hertzberger 西班牙王朝曾經擁有德國 所以他們也有Albert Dürer的畫 Albert Dürer的畫 這張畫他26歲 他是第一個畫家 把他自己作為一個 怎麼講 作為一個形象來推崇的 他花了很多時間去畫他自己 你現在看Albert Dürer畫這張畫 他呢也從外面的風景 是意大利 他剛剛從意大利回來 然後他 你看他他自己畫 他穿的是很華麗的衣服 他還戴著手套耶 他並沒有讓你覺得他是一個畫家 他現在他到了意大利以後 他覺得在德國那些畫家都是工匠的人 怎麼在意大利那些畫家 都是社會地位很高的 所以我現在要提高我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不再是一個拿著畫底顏料的畫家 我是穿著華麗的衣服戴著手套的人 當Albert Dürer的頭髮 這張畫裡你可以近看 你可以看到他的頭髮 看到他的鬍子 看到他的眉毛 你甚至可以看到他的眼睫毛 因為Albert Dürer那麼的有名 他死了以後 就有人就把他的目裡開始把他的頭髮給剪下來 今天你到維也納的museum裡面 還有一個小盒子 小盒子裡面還藏有他的兩座頭髮 那個頭髮是金色的和咖啡色的 就他一生中 他這頭髮並不是自然卷 他是花了很多力氣來卷他的頭髮 有的時候染他的頭髮 他還有一張畫 把他自己畫成像基督一樣 然後那個頭髮是棕色的 因為傳說中的基督是棕色的 所以他是一個畫了很多心思 來創造他形象的人 但是他的故事很精彩 我想以後講到德國的時候 我們單獨講他 然後我們再去回他看一下 他畫的那張亞當 這張畫 這張畫極其的精美 然後這張畫是一對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女人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男人的身體畫得太美了 他畫的美在一個什麼地步 他的色彩不像那個 不像西班 那個什麼 意大利的那個 我們知道 意大利的那個 濃淡很誇張 他是那個 他你也可以看到 是北方那個德國人的那個眼睛 但是那個細微之美 然後這亞當這個那個臉的青春之美麗 然後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 不是一個讓你覺得誇張了的完美的 他是美 但他不是一個完美 但他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個線條 每一個筋骨 都畫得極其的精緻 就每一個細節 他的那種觀察力 是超越了 就說不是一個想像中的這麼一個形象 反而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非常真實的這麼一個形象 然後他手裡拿的這個 這一個蘋果這個樹枝 跟他下一個畫的那個女人是對應的 所以那兩個是一對 這我覺得非常的珍貴 好 這張畫是誰畫的呢 是拉菲爾 這張畫讓我非常的感動 我們知道拉菲爾 你要去梵蒂岡 拉菲爾是教皇的寵兒 就說寵兒 拉菲爾畫了很多巨大的師壁畫 但是拉菲爾手下也有很多助手 這些成功的畫家手上都有助手 但是這張畫是在他成功之前 就說在他誓張畫是他畫給誰 這個人是一個紅衣主教 是一個給教皇說得上畫的紅衣主教 所以是等於是他的間接是怎麼 是他的間接 他介紹他去給教皇認識的人 所以拉菲爾給他畫的這張畫 這張畫是精美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年輕人 他充滿了智慧 但是呢 他有非常的控制 然後他的表情又非常的控制 又不露聲色 但是他很有智慧 他的眼神似乎可以穿透你 然後你看他的衣服 他的那個紅抖紅之美麗 他的每一顆扣子 不同的扣子 然後他這些衣服的 這個折的輪角 就是他那個紅色的那個 織頸的那個花紋 然後最微妙 他又襯托了這裡 有個白袖子 這個白袖子上 又是不同的質感 這個白袖子的質感 襯托了這個紅的那個整個 所以這個美 如果沒有你要把它擋住 沒有這個白的話 這個紅的就沒有那麼美麗 就是說這幅畫雖然不大 是這麼小小的一幅肖像 是那個 證管之寶之地 就是 是非常的美 非常的耐看 你可以在面前駐留很久 好 然後 拉菲爾也跟奧博爾 是朋友 他們倆曾經沒有見面 奧博爾我們剛才 我為什麼要把這張畫放在這裡 奧博爾送給拉菲爾一張畫 是他的自畫像 但是這張自畫像呢 是好像你 你對著光你才能看見 可是這張畫不見了 好 所以 Program Museum的收藏 確實是不得了 Next 好 那個 我去了四次 然後 我有三次的時間 是站立在這幅畫前 為什麼我只在這幅畫前 只是後來三次去 因為第一次我沒發現 第一次 這幅畫在樓下我沒看見 然後我就在樓上看了一天 然後第二天回去我才發現 然後從此以後 我每次去我就要站在這幅畫 很久 這 我們在想 如果你能看見 這是個外殼 這不是這幅畫 這幅畫的外殼 然後 這幅畫是一個 Triptics 就說 然後你把這個門打開 然後下一張是他的理念 如果 我在想 如果你去 你一生中 你能一生中 你能站在這幅畫前 你就直了去馬德里一趟 這幅畫 之所以之妙 之所以之妙 它是幾百年前的畫 他畫裡的內容 對當時人來說 是很震驚 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 同樣的震驚 然後你去 你去的話 這幅畫 這個畫 因為它是Triptics 它是放在一個台子上的 門前 前面總是有好幾好幾層的人 你是擠不進去的 你要等 等不到好 比如有一個就會 你才可以 因為有好幾層的人都在看 然後大家在看什麼 大家在那裡 驚訝呀 不解呀 然後有人好像自以為是 我知道再怎麼回事再講 也有的人 但是實際上 這個畫家 叫 Haramus Bob 他留下很少的東西 他到底畫了什麼 都是我們後人在解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不管你聽了多少 你研究了多少 你網上有多少人在研究它 你站到它面前 最終這幅畫是什麼意思 是你要自己去解讀 好 那我現在就試著解讀一下 好 Next 這是三塊 這一塊呢 這一塊大家公認 是比較容易解讀 畫的是天堂 然後 這個天堂是什麼呢 Haramus Bob 它的畫美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第一 它是非常的精細 就是 就是說 這裡面每一個小東西 你都可以把它放大來看 每一個小東西都是非常的精細 所以 就是說它的細節是非常的美 然後它的那個顏色 你就想 幾百年前 它就能想出 這麼好的顏色 然後這麼好的形態 這是不是有點像 就未來的 我們現在都沒有這樣 這有點像 這是多麼的未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到今天都讓人不解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它畫的那些人 似乎它畫的東西 似乎你很熟悉 你也知道很什麼 就是說很形象很生動 你說 我可以理解這個動作 這些人都很生動 但是 你沒看見這個貓 好像叼了一個老鼠 可是這裡面的很多動物 又不是你常見的 就是說 它讓你的東西 即使你很熟悉 你說 我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呢 又跟你熟悉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 就連這一個長頸 似乎像長頸路的一樣 它也不是長頸路 好 這個呢 就是說 上帝 在給亞當和夏娃 舉行婚禮 就是 就是說 這一個呢 讓你覺得是 世界 就是說 它們兩個還沒有繁殖 這世界 人還比較少 所以你會看到 這自然的美 只有好多動物 有各種各樣的動物 但是你要看到這裡面 有很多怪獸 已經從這個水塘裡面爬出來了 好 Next 這是Next的局部 然後這裡面呢 就看到 這些東西 這裡面 這裡面 這是一個水塘 水塘裡面呢 有很多 剛才的那個夏娃 就變成很多 變成了很多很多個女人 好 這些女人你近看 她們都是金頭髮都很很美麗 有白人 還有黑人 然後這一圈什麼呢 這一圈全部是男人 這一圈男人呢 都騎著 有的騎著駱駝 有的騎著馬 有的騎著有點像豬 動物 反正騎著各種各樣的動物 然後這些動物呢 這個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貓 所以這一圈呢 全部是男人 然後中間呢 就是女人 然後這些男人呢 騎著這些動物呢 就圍著這些女人在轉 好 然後我再想看下一個 下一張有沒有細節 好 她的精妙之處在細節 然後這細節裡面 你就看 這裡面有很多動物